主题是 弥陀四十八愿之心药 大经科著云 发大誓愿第六 乃法藏菩萨 遵佛明训 于大众中宣说所发殊胜大愿 此大誓愿 妙得难思 如真解约 四十八愿功德成就 而归于正觉 正觉之体即是 南无阿弥陀佛也 世名洪世本城海 一名悲愿亦成 此乃弥陀正觉功德也 正觉功德不可思议者 由誓愿不可思议 善道大师又于四十八愿中称定成正觉 光明无量 寿命无量 诸佛称探 与十念毕生等五愿为真实愿 是为四十八愿之心要 假定成正觉 愿文曰 我做佛时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远离分别 诸根即尽 若不决定成等正觉 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 此愿文是 弥陀四十八愿中第十二大愿 明定成正觉愿 苛著云 往生者决定成佛 正显弥陀之本心 唯以一佛成 广度无边众生于究竟涅槃也 幼云 此愿实施弥陀弘士之心碎 毕佛本怀 只是为一切众生决定成佛 为实现此愿 难有十念毕生之殊胜大愿 众生依此 最简最义 极缘极顿之境路 念佛往生 则皆可成佛也 愿文中分别者 思量识别诸事与理 约分别 愿离分别 即舍除分别之忘惑 了达真如即万法 万法即真如 即静 离烦恼约急 觉苦患约静 诸根者 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 远离分别诸根即静者 不生思量识别诸事与理 自然远离痴岸 而诸根即静 然此即静正是涅槃之理体 由于远离分别之忘惑 诸根即静 契入涅槃之理 故愿文又曰 决定成等正觉 正大涅槃 等正觉 乃无上正等正觉之略称 大涅槃 以佛果之名 亦为入灭 至云搬涅槃 搬此云园 涅槃此云集 以易冲法界 得备尘沙约缘 本体穷尽予真如法性 微妙而断绝诸相之类为集 师父在讲习中告诉我们 这愿等于阿弥陀佛给我们受祭 以及阿弥陀佛开给我们的成佛保证书 阿弥陀佛愿是因地发的 那个时候的身份是比丘 他说 他将来做佛的时候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十方世界上至等觉菩萨 下至地狱众生 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六根清净 一尘不染 若不是弥陀本愿功德 微神加持 很难办到 生到西方 阿弥陀佛保证我们都能达到这个水准 从这个水准往上提升决定成佛 并决定正大灭盘 灭盘含多意 其中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不生不灭 此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在小城法里 灭盘翻作灭 灭烦恼 灭生死 换句话说 也是不生不灭之意 此段说明我们修学终极目标 是要与诸佛一样 圆满正德无上菩提 得到真实保证 在一生中决定成就 一切经中均无此种说法 真正觉悟 希望快速成就的人读到此愿 如不发心求生极乐世界是不可能的 以光明无量 愿文曰 我作佛时光明无量 普照十方 决胜诸佛 胜于日月之名千万亿倍 此愿文是弥陀四十八愿中 第十三大愿 明光明无量愿 四十八愿中第十三光明无量愿 与第十五受命无量愿 古德称为设法身愿 以其设法身成就也 真解以此二愿为真报身之德 又为此光寿无量二愿 为方便法身大悲之本 盖无量寿则数穷三计 佛身常住 众生有依 无量光则横辩十方 得用辩周 摄化无尽 故为大悲方便之本 报身之时得也 故知愿中自始光寿无量 实为一切众生 昔皆光寿无量 此光明无量愿 意为 我法藏成佛时 愿我之光明无量无边 普照十方之一切尽惠国土 柯著云 横射十方虚空无边 故国土亦无边 国土无边 故众生亦无边 众生无边 故大悲亦无边 大悲无边 故光明亦无边 光明无边 故摄取亦无边 以要言之 欲益无边 故光无边 依古得意 欲利无边 故光明无边 聚得无尽 决圣诸佛 圣于日月之名 千万亿倍 师父在讲习中告诉我们 佛佛道同 佛的果正与清静心亦相同 唯佛光所照范围不等 是在因地所发之愿有别 法藏亦发心 其愿即超越一般人 并且要胜过一切诸佛 因此其光明就自然变照十方 所以一切诸佛光明不能与它相比 无量寿经中说 阿弥陀佛微神光明 最尊第一 十方诸佛所不能及 日光虽明而有障碍 在室内就照不到 佛光无有障碍 有人说 为什么不照到我呢 此事我们本身有障碍 我们有妄想 执着 就不能觉察 如果我们念佛念到心清静了 即感到沐浴在佛光之中 师父举了个例子 经典所在之处 念佛读经或修定时 佛光容易感触到 真能得到快乐 恶念能止息 慈悲心能增长 希望求生极乐世界的意念 也能逐渐加强 在此顺道提一点佛学常识 经中说诸佛有两种光明 一 常光 二 放光 常光是圆明无碍 无时不照 放光则以光使人惊悟 有时而照 或现或收随宜自在 今愿所指是常光 称赞净土佛设寿经中说 必如来横放无量无边妙光 便照一切十方佛土 师作佛事 事为常光之明正 丙 寿命无量 愿文曰 我作佛时寿命无量 国中生闻天人无数 寿命一皆无量 此愿文是 明陀四十八愿中 第十五大愿 明寿命无量愿 科著云 寿命无量愿中 既指佛之寿命无量 兼明国中无数生闻天人 寿命一皆无量 第十五 寿命无量愿中 所为彼土教主寿命无量 如法华说 山海会如来 寿命无有量 移民众生故 盖教主住室时短 则化室短促 众生难愈 教主常住 则化缘无穷 历生无尽 不古德赞约 佛寿无量 化道至得也 谁不可养此愿灾 此愿下民 国中人民寿命一皆无量 科著云 人民寿命无量 净土第一得也 既示云 修行佛道者 死魔唯恐 生死见格 退缘根本也 见佛文法 执欲众圣 供养诸佛 亲近善友 自然快乐 无有重苦 其得非 若寿命短促者 遗恨几记 难记 如玉杯无底故 此愿罪至要者也 该玉杯实为良才 若无底 则不成弃也 又古得一约 诸乐根本 旨在此愿 盖生极乐 见佛文法 一切实处 皆是增上 无有退缘 寿命 富有无量 故不论根气如何 凡往生者 必定成佛 称之为 净土第一得 良友一业 师父说 阿弥陀佛 寿命无量 凡是念佛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的人 其寿命 一皆无量 寿命长 做什么事 都能圆满 假设三千 大千世界 所有众生 通通 正得圆绝 圆绝是 辟之佛 意味于 神通 均比 罗汉高 与百千节 共同计算 西方人数 也算不出来 这些人 都是于十节之内 由无量 无边世界 移民到西方的 阿弥陀佛的世界 号称极乐 其根本 就是无量寿 兵 诸佛称探 愿文约 我作佛时 十方世界 无量差中 无数诸佛 若不共称探 我名 说我功德国土 知善者 不取正觉 此愿文是 弥陀四十八愿中 第十七大愿 名诸佛称探院 可注云 称者称阳 探者赞叹 汉语曰 我作佛时 令我名闻八方 上下无数佛国 诸佛各于弟子众中 探我功德国土之善 诸天人民软动之类 闻我名字 皆兮永跃 来生我国 旺西诗云 六八愿中 此愿制药 若无此愿 何闻十方 我等经执 往生教者 偏此愿恩 善思念之 旺西诗云为 若无此愿 则我等身在 娑婆会土 如何能闻 彼土之教主 与佛刹之名字 必佛彼土 圣妙功德 清静庄严 若未曾闻 又何由发起 求生彼土之圣愿 故今日我等 能闻净土法门 时有此愿之力 故本师师尊 与此会土 称阳赞叹阿弥陀佛 及其国土 不可思议功德 令我得闻 故赞约 四十八愿中 此愿制药 法藏求愿 明文十方者 只为普社十方 一切众生 往生极乐 究竟成佛 若无此愿 则十念必生之愿 便同虚设 盖文明方能 持明也 师父讲习中说 此愿与我们关系最大 西方世界再好 若无人向我们介绍推荐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虽然具备往生的条件 若遇不到这个法门 也是枉然 十方一切诸佛向众生说法 所讲经论都讲此经 因此经适合一切根性 佛为什么出事 就是来帮助众生立刻成佛的 因此佛对众生所说 一切经论法门 是以念佛法门为第一 而成佛法门就是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观无量寿佛经 这三部经 如果这个法门 你听了不相信 不愿意接受 佛在向你说其他法门 有人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 仍愿留在这个世界 希望来生做个富贵人 佛就教你修人天福报 以满足你的愿望 这个法门 无论什么人 不论善恶身份 男女老少 程度高下 只要相信 发愿 肯依照此方法 一心念佛 就能往生 此乃普度众生 原成佛道的法门 真为稀有难得 所以 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 目的是帮助大家成佛 怎能不讲这个成佛法门呢 也许各位将此法介绍给亲友 而人家听了摇头 我们心里就难过 不必 他成佛的机缘 未到 当然不能接受 能够接受这个法门 是他善根福德因缘 同时具足 我们无量节以来 也是生生世世修行 这三个条件总是不足 百千万节难遭遇 今天遇到了 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因缘 愿文中称叹我名有三亿 一一切诸佛都称赞阿弥陀佛及其德号 二诸佛赞叹称念阿弥陀佛名号的人 如弥陀经上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世经受持者 即闻诸佛名者 是诸善男子善女人 皆为一切诸佛之所互念 皆得不退转于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三 诸佛都互相赞叹 并且一切诸佛都念阿弥陀佛 一念佛三昧原成佛果 柯著云 三世诸佛一念弥陀三昧成等正觉故 师父说 这些话句句都是真实话 我们决定不能怀疑 这几句话要是听懂了 真干 这一生得的福报可大了 真的是圆满功德 必定得生净土 得生净土 得究竟乐 离究竟苦 世尊诸佛度众生就达到究竟圆满 把我们保送到极乐世界 这边保送 阿弥陀佛在那边欢迎 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错过就太可惜了 五十年必生 愿文曰 我作佛时 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至心信要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十年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除无逆 诽谤正法 此愿文是 弥陀四十八愿中 第十八大愿 明十念必生愿 科著云 又第十八 十念必生愿 日静宗 古得较量诸经 于经中 华言读真实 若与此经相较 则此经为真 又本经诸大愿 与此愿相较 则此愿最为真实 代表此愿 乃真实中之真实也 师父讲习中说 第十八愿 是四十八愿中 最重要的一愿 此古来祖师所公认 其重要在十念必生 明白宣布 明号功德不可思议 重经较量 得到一个结论 推到最后 就胜了一句 阿弥陀佛的圣号 再回过头来研究 四十八愿 就是这一句佛号的解释 无量寿经 全经 即解释此四十八愿 大方广佛 华言经 即解释无量寿经 大藏经 即解释华言经 这才体会到 一部大藏经浓缩了 就是一句佛号 华言经说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如对于一般人来讲 说任意 若对于成佛机缘成熟的人来说 应说专矣 专指一句佛号 如搞清楚 必定死心 踏地地抱着一句佛号 不会放松呢 此第十八愿 愿文大义为 我做佛时 十方世界 所有众生 闻我 阿弥陀佛名号之后 只要以至诚心 深信 爱好修学 念佛法门 并且把自己所修的一切善根 心心念念 回向发愿 求生我的国土 无论他念佛多少 甚至于 在临终 称念十句佛号 都能往生极乐世界 围处无逆 诽谤正法 下面分段解释说明 一 闻我名号 大乘无量寿经简诸一解说 闻即听闻 此中含有信寿奉行之意 名号即阿弥陀佛 师父讲习中也说 真正佛号只有四字 阿弥陀佛 南无是皈依的意思 莲池大师在世时 有人问他 您老人家教人念佛 如何教法 他说 我教人念 南无阿弥陀佛 又问他 您自己呢 他说 我自己念阿弥陀佛 我真信真愿 我这一生决定求生净土 直持名号就可以了 恭敬话可以免了 一般人未必真想往生 加一句南无客套话 与阿弥陀佛结个善缘 将来他想往生 这个种子才能成熟 二 智心信要 科著云 智心者智成之心也 智己之心也 有金光明经文句曰 智心者彻道心源 尽心实际 故云智心 彻者彻底 道者达道 即彻底达道自心之本源 穷尽真实之际也 师父解释说 心源是自性 实际也是自性 真的是 明心见性才叫智心 信要者 信顺所闻之法 而爱要之 即信心欢喜也 有智者真也 成也 实也 心者 重也 实也 信者 真也 实也 成也 宴也 满也 忠也 要者 欲也 愿也 爱也 悦也 欢也 喜也 贺也 庆也 故智心即是真实 成满之心 愿欲 爱悦之心 欢喜 庆幸之心 以如是心 而信之 要之 故为 智心信要 师父在讲习中 则深入浅出地 告诉我们 至心即是真诚 至心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 完全听佛的教训 非常喜欢这个法门 以及西方极乐世界 念佛以凡夫言 念得越多越好 因为你不念佛 必定打妄想 一切人我是非 贪嗔吃慢 全来了 所以 不念佛 就要搞六道轮回 念阿弥陀佛 念得清清楚楚 没有妄想 也没有无名 一句佛号 不但破妄想 也断无名 作用不可思议 念一句佛号 西方人纵然是 下下贫往生的人 也听得很清楚 西方众生通通欢喜 他知道你要成佛了 不但如此 十方世界诸佛互念 那些护法神 能不拥护你吗 有人念佛 而仍遇到魔障 是心不清净 犹豫不决 念佛还要想别的 与佛菩萨没有感应 魔看到 同你开个玩笑 如有坚定 求生西方之心 魔不敢来扰乱 自然远离或对你 反而生起尊重之心 在此乱世 苦不堪言 灾难很多 无法预测 认清处境 除了这一方法 无其他方法 可以解救我们 且此法确实有效 稳当快速 三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十年 柯著云 善根者 身口以三叶之善 故不可拔 有善能生妙果 生于善 古未知善根 无其他方法 心心者 纯一之心也 敬念相继之心也 回向者 回者回转 向者去向 回转自身所修功德 而去向于所齐 为之回向 有往生论注下约 回向者 回己功德 普世众生 共见阿弥陀如来 生安乐果 是即愿中 回向二子之意 愿生我国 即回向 知古地 愿我一切众生 往生 极乐 国土也 实念者 实念者 如观无量寿 佛经语 具足实念 称 南无阿弥陀佛 乃至实念者 只称念名号 下至 仅仅得实念者 亦德网生 此乃知其 智下者 顾云 乃至 若能多念 则 多多 亦善 已 师父给这一段的 筑解是 二六十周念佛 就是不可思议的 善根 亦有机会 要报佛恩 亦有机会 即将此法门 推荐与旁人 所以经典我们月月在印 分送与人 他只要念一句佛号 金刚种子已经为他种下去了 所有做的大小善事 一律回向庄严净土 临命中时 时念一念都能往生 但是有许多病人 临终时昏迷 连家人都不认识 如何能念 若想临终时得力 平时要用功 千万不可图侥幸 且需备三个条件 第一 临终时头脑清楚不迷 如遇不到善知识 他也不会躲三恶道 所谓好死好生 第二 临终有善知识提醒 赶快念佛 第三 一听到 马上觉悟接受 这三个条件 千万人中难得有一个 所以平常要放下 临终时才有把握 每天睡觉时就想到 我要往生了 天天想 到了真有一天 佛来接引 欢喜得不得了 哪会有恐怖感 黄念族老居士在往生前两个月 全心全力地念佛 一天念十六万声佛号 这是示范 在国外受生活的限制 早晚课不能简单 如时间不够 即用实念法 尽一口气念佛 未知一念 念多少声不拘 连续实念 所用时间不多 早晚两次 此最简单的早晚课 如一生中一次不缺 亦符合经中所讲的一项专念 此为定课 散课是随时念佛 至于临终实念是只念实声佛号 或有疑问 文中但云实念 何以敬畏为称佛名号 而非他种念佛也 答曰 实念中之念 即指口念佛名之念 实有名正 观经言 下品下生者 或有众生 做不善业 五逆十恶 拒诸不善 临命中时 欲善之时 未说妙法 教令念佛 观想念佛 若不能念者 应称佛号 如是至心 另生不绝 具足实念 称南无阿弥陀佛 称佛名故 于念念中 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 命中之后 即得往生 由上精益可证 所云实念者 直是持名念佛也 柯著又云 本愿文曰 至心信要 观经一曰 如是至心 令生不绝 具足实念 如何名为至心 又如何名为具足实念 此乃本愿之观要 罗石大师于此 有罪集经要之论 诗曰 譬如有人 于旷野中 直遇恶贼 徽歌拔剑 直来欲杀 其人勤走 适渡一合 若不渡河 首领南全 而时 但念渡河方便 我治江岸 为卓一渡 为托一渡 若卓一纳 恐不得过 若托一纳 恐不得辖 但有此念 更无他意 当念渡河 即是一念 此等实念 不杂余念 行者一耳 若念佛名 若念佛像等 无见念佛 乃至实念 如是至心 名为实念 盖位此时心中所思 为是如何度和 更无别念 如是之念 即是一念 如是念佛 即是至心 相继至实 即是实念 中药又曰 今经说实念 具此隐秘 闲了二意 闲了实念 即上文罗石大师 所辟之实念 隐秘之实念 即弥勒发问经中 此心等实念 如是实念 既非凡夫所能 当之出地以上菩萨 乃能具足实念 一集云 一念中自然具足此等实念 一味 能如观经所说 或实施所辟之实念 一念中自然具足 弥勒所问之实念 该于闲了中自然含舍 隐秘之深意 此语道破静踪玄威 世人多目玄妙 而不知最极玄妙 之在平常中 顾云平常心是道 但当平平常常 老老实实 绵密念去 自然暗和道妙 念念理念 以凡夫心入诸法实相 唯持明与持咒为罪意 念佛何以有如是功德 以念念暗和实相故 四 唯处五逆 诽谤正法 苛著云 五逆者 罪恶极逆于礼 故未知逆 是为敢无见地狱 苦果之恶业 故又名无见也 常言之无逆 则为杀父杀母杀阿罗汉 出佛深血破何何僧 犯此逆者身坏命中 必跺无见地狱 一大劫中受无见苦 诽谤者 诽谤者 诽谤一同谤 谤者回也 言人之恶而过其时 曰谤 诽谤正法 即诽谤佛法 此十念必生之大愿 谱被一切 但除既犯五逆 又谤正法之人 观经曰 五逆十恶 临终十念 亦得往生 今经所处 盖既犯五逆重罪 赴诽谤正法 罪上加罪 且棒法罪最重 棒法之人 称为棒法禅体 故不能往生已 但善导大师 观经书另有一解 为五逆棒法 不得往生者 乃佛止恶之意 方便之说 何占宗之一云 言为处五逆 诽谤正法 是乃就未造之机 且亦止之而已 若有已造机 已回心 则还摄取 莫有漏也 意为 所言处者 实为止恶之意 是未造恶者 不敢造也 若是已造者 但能回心 忏悔念佛 则仍旧摄取 无有一漏也 可见弥陀大愿 摄机无尽 故善导大师曰 如来所以心出事 唯说弥陀本愿海 意为三世诸佛 出心于世 唯为此大事因缘 宣说阿弥陀如来 不思以愿力 慧疚万众 又云 今逢释迦佛 莫法之遗迹 弥陀本世愿 极乐之要门 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 莫不皆成阿弥陀佛 大愿业力 为增上援眼 武力棒法 果能临终念佛 是即忏悔发心 如是之人 意中意难意二 故佛此敏 仍然设受 善导大师云 红世门多四十八 偏标念佛最为亲 人能念佛佛还念 专心向佛佛之人 又云 唯有念佛蒙光社 当之本愿最为强 善导大师约四十八愿 为真实五愿 若论至约 则为第十八愿 故于世战中约 一愿言 引第十八 真解云 四十八愿虽广 西归第十八愿 又云 未有此愿故 使众生生无三恶趣之土 不更恶趣 据相好 献神通 而得灭度 入光寿海固 是以此愿 特为最圣意 有监著约 故之四十八愿之中 以此念佛往生之愿 而为本愿中之王也 此愿显弥陀之究竟方便 亦成怨海 六字鸿鸣 不可思议功德 以名号及识德 生字皆识相故 师父讲习中说 如果只犯五逆 而不诽谤正法 亦能往生 观经中曾有提到 诽谤正法者 是他根本不相信 不接受念佛法门 当然不能往生 欧仪大师说 能否往生 要看信愿之有 品位高下 在于念佛功夫之浅身 功夫浅的是功夫成片 成片是心理佛号成片 除佛号外 无其他念头 而贪嗔痴慢 是非人我仍在 但不起作用 但业往生 生凡胜同居土 假如见思烦恼断了 为之事一心不乱 生方便有余土 更深的是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是原教初驻以上 菩萨的境界 为之礼一心不乱 生时报庄严土 再上去为佛的境界 为之长极光土 又说 善导大师跟我们讲到四十八院里面五个真实的大院 第一个 第十二院 定成正觉 这语气多肯定 往生到极乐世界 成正觉就是成佛 决定成佛 不成佛 不会离开极乐世界 第十三院 光明无量 光明是智慧 就是经上讲的 萨婆若海 第十五院 寿命无量 光明无量 没有寿命不行 寿命是福报 有无量 有无量 有无量光 有无量光 才能普度众生 第十七院重要 诸佛称探 就是诸佛都为阿弥陀佛做宣传 一切诸佛如来都介绍众生 众生里面包括菩萨 介绍十法界众生 信愿持民 求生净土 要没有这些诸佛如来 为我们介绍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一院非常重要 下面第十八院 十念毕生 善导提出真实的五院 我在这里加一个 第二十院 二十院里面 有座阿维悦志菩萨 这一院也非常重要 这一院真实成就 到极乐世界 就是阿维悦志菩萨 修学圆满就成佛了 必成正觉 到达极乐世界 就是阿维悦志 这个不可思议 即临终皆隐 愿文曰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临寿周时 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 仅须与间 即生我差 左阿维悦志菩萨 不得誓愿 不取正觉 此愿文是 弥陀四十八院中 第二十大愿 临终皆隐愿 以师父在讲习中所提出 故在善导大师提出的 真实五愿后 增加整理第二十愿 二十愿里面 有座阿维悦志菩萨 师父说 这一愿非常重要 科著云 大经中第十九愿 文明发心愿是因 第二十愿 临终皆隐愿 则是其果 若人如第十九愿 发心念佛 则临寿中时 弥陀与极乐世界 诸菩萨等众 前来皆隐 献其人前 经虚与间 彼人极往生极乐净土 做阿维悦志 不退转菩萨 身贤果教他力 不可思议之方便妙用 智福凡夫 能带获往生者 皆因弥陀此愿 临终圣众献前 慈悲设受之大力 如颂灵之时曰 凡人临终 世神无主 善恶业重 无不发现 或其恶念 或其邪见 或生戏恋 或发猖狂 恶相非依 皆明颠倒 可见凡夫业重 临终之记 以更多颠倒 负以四大苦逼 痛不可言 何能正面持明 不能持明 何得往生 不知凡夫往生 非凭自立 权杖弥陀 大愿加倍 令不颠倒 始能往生也 可见弥陀愿望 妙得难思 大恩大力 不可称良 阿维悦志 又作阿皮拔志 亦为不退转 是菩萨皆位之名 据弥陀要解云 阿皮拔志 此云不退 一 魏不退 入圣流 不堕梵地 二 行不退 横渡生 不堕二乘地 三念不退 心心流入 萨普若海 若曰此土 藏出国 通见地 别出住 缘出信 明未不退 通菩萨 别识相 缘识信 明行不退 别出地 缘出住 明念不退 上言不退有三 最上明念不退 此土行者 别教虚灯出欢喜地 缘教虚智出发心住 方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使能念念流入 萨普若海 萨普若海 即一切种至海 即如来国海 双舍二边 全归中道 使曰念念流入 萨普若海 可见念不退 之难正 但今愿言 十方众生 闻明发心 一心念我 即生我差 做阿维悦志菩萨 小本一云 极乐国土 众生生者 皆是阿皮靶志 要解又云 今净土 五逆十恶 十念成就 待业往生 居下下品者 皆得三不退 下下品人 义正三不退 一生原成佛果 此乃十方世界之所无 为极乐所独有 如是圣意超觉 严丝莫及 古要解云 非心性之极致 持明之奇勋 弥陀之大愿 何以由此 今此两愿 于四十八愿中 如剑霸之红心 至于第十八愿 则如红心中之忠心 师父说 第十八愿 红心中之忠心 这是黄念老说的 说明往生不难 意思就是说 极乐世界这个法门 人人有份 个个不无 问题是这一生 有没有缘分遇到 遇到了要不相信 真可惜 遇到了就能够 信愿持明 这是大善根的人 大福德的人 不是大善根 大福德 他不相信 只有善根福德圆满 像弥陀经上说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 因缘得生彼国 每个生到极乐世界的 都是大善根 大福德 遇到是大因缘 这三个都遇到 就成功了 我们今天想一想 我们三个都遇到了 那要去不成是什么 懒散 懈怠 对于这个世间 还有贪恋 还不肯放下 要不是这些障碍 肯定一帆风顺 海贤老和尚 给我们表法 度了多少人 帮助多少人 坚定信心 无量功德 老和尚在世 没人认识他 他绝不宣扬自己 走了以后 我们认识他 我们感恩 这一宣扬 老和尚这一次 到我们这个地球 在我们中国南洋出现了 影响到全世界 为我们做了最好的证明 更 结语 以上内容 都是从大经科著 和四十八院讲义中 摘抄整理而成 弟子于顿 虽学佛数年 但业障深重 福慧浅薄 于佛经教法 未曾有些许误辱 只此听闻 师父在讲习中 强调四十八院之重要 又说定成正觉 光明无量 寿命无量 诸佛称探 实念毕生 临终皆引诸愿 为重中之重 故整理成文 提醒自己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读书千遍 其意自现 整理中 凡有错误 不妥之处 其请师父上人 慈悲 给予批评 指正 不孝 凡于弟子 誓开怀 顶礼 尽成 开怀 这一篇 修习报告 写得很好 特别是 对初修 初级 劝导大家念佛 认识 净土 很好的 一篇 开始 希望你自己 认真 努力 好好念佛 这篇 讲稿 可以做成 单行本 小册子 对于 初学 流通 我相信 会很受 益处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